台11線封冰箱 在星期天下午一點多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被吊扣架 造的32歲臨近男子行進台11線53公里處 疑似為了搶快跨越對象車道 想要超車 他想超的是遊覽車 沒想到卻插撞到對象一面而來 67歲江信騎著摩托車的女性 造成騎士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而遊覽車上面則是沒有人傷亡 黑色轎車跨越黃色的車道分向線 迎面撞上急死而來的白色機車 接著又失控撞上對象車道路邊護欄 彈回之後又被殺不住的遊覽車撞上 台11線花蓮封冰路段26號下午 發生一起車禍意外 造勢轎車的車主重傷 被撞的機車女騎士 因為失血過多送一搶救後 仍然宣告不治 該名男性患者 他的左大腿有開放性骨折 還有他身體有多處的擦傷 立即封冰車主人員 立即將患者送往封冰分院舉救 而另一名女性患者 交由封冰分院的救護車去往手送 車禍撞擊力道太強大 造勢的轎車車頭全毀 車身也被撞得扭曲變形 白色機車則是被撞成一堆廢鐵 警方調查發現 造勢的轎車駕駛32歲的靈性男子 根本就沒有汽車駕照 無照駕駛又貪快超車 才會發生這起慘劇 不過被撞的白色重型機車 67歲女騎士 也沒有重型機車駕照 至於招車或波及的遊覽車 駕駛酒車後確定沒有酒駕 而車上的44名旅客 通通有驚無險 沒有受傷 記者中央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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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